滨海艺术中心的新剧院将在10月13号正式开幕 新剧院是本地首个多型式的中型剧院 可填补现有表演场地的空缺 来看记者陈玉女儿报道 这个可容纳多达700人的舞台 可根据使用者的需求 改称可做满400至600人的镜框室 两面室 四面室等六种不同舞台形式 率先在这里带来开幕演出的艺术团体表示 新剧院的空间和灵活度 有助节省资源 让他们创作更实验性的作品 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合作的项目 在小剧场 然后我们也是用四面台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去见那个观众席 那就很耗时间 金钱 如果在这个新的舞台就可以 就是很方便的把这些观众席设置起来 不过要更换不同的舞台模式 需要用到12到16名舞台工作人员 花费24小时也就是2到3个工作日来完成 因此滨海艺术中心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培训 观众席的所有座位的配件和平台 都是靠人力来拆除和组装的 这需要我们的舞台工作人员 根据不同的舞台模式来重建 一旦接到TOP 我们会让他们来熟悉这里的新环境和配件 今年也是滨海艺术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 连同其他系列作品和展览 新剧院将在10月至12月呈现5部违约作品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韵儿报道 新闻记者陈韵儿报道